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许多家的国企央器当中设有类似的民兵组织人民武装部队 这到底为什么 一方面隶属于在上海市的国有的企业像上海城投集团 在928之后呢 他们以这个加强国防后备的力量建设做理由 成立了一个由上海的警备区直接可以管理的武装部队 那很多人就想了 这是为了因应越来越多的民众维权抗议吗 还是为了军事管理来做准备 这一方面我们要跟范琐老师做请教 那二方面我们当然也要了解的是 最近一个发烧中的新闻 就是恒大的许家印被中国当局所逮捕了 有些人说许家印他的后台很硬的 应该撑得住啊 怎么会恒大中国这个房地产呢 大到已经不能够倒了 倒的话哇 那个是几乎是2万亿的债务不就没有着落了吗 这时候逮捕到底意味着什么 呃情势怎么去发展 有人说那这许家印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恒大产业 房地产大到不能够再倒了 他可以存活到现在的原因 问题是现在压垮呃许家印这一头超大骆驼的最后跟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请老师帮我们做分析 那么第三个议题里头大家了解的是浅见了 浅见的事件里头在呃10月6号星期五立法院的开议啊 我们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被问了 而首度发生了包括了国防部长邱国正 这个涉及到国安问题的泄密案 包括了高检署跟北检都分案进行调查 这个事情的发展跟呃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呢 一一都来请教范球老师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来范老师怎么样看中国内部的最新状况呢 真的有全面军管吗 这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啊小军好小军台湾plus全球的观众好 这个我是觉得啊 这个台湾社会可能最近呃天真了一点 当然国际社会也也有一点天真了 就是说他们一直被这个温水煮青蛙 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在这个疫情COVID-19 2019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步的进入军事管理 还有这个战时的经济就是打仗时期的经济 那么包括说呃全国封城封路 然后封小区呃封大门 这个都是在考验老百姓对于军事管理的接受的耐性的程度 那么呃现在疫情开放了 但是呢最近两个礼拜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 这里呢呃观众可能不见得了解什么叫做人武部啊 就是人民武装部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励人民之间结团互斗 比如说红卫兵啊这个每个学校都组织这个战斗队啊 但是整个社会大乱了之后反过头来 对这个中共的执政的政权开始产生了威胁 就是说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呢呃毛泽东就呃呃 推动了反其道而行啊 推动人武部就是在每一个人民社团组织 比如说村啊或者说公司啊企业啊 任何组织里面都要成立这个民兵民兵组织 而且他这个民兵组织呢是受军队管理的 被受这个警备区所管理的 到了最后是可以持枪的 让人民之间互相维持一种秩序的状态 当时毛泽东是为了这个社会动乱 不要大到了官方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成立这个人武部 那么现在呃习近平呃用这个机制 让他指挥复燃 因为人武部在1996年法令上已经明令禁止了 但是习近平在大概在应该是在 其实在2023年12月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一直到呃十月初 他才正式的登上了官方的这个媒体 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全国各地已经有了官方是说23个 但是事实上我们估计呢是应该是超过了100个都不止了 嗯 就是说在各的各个的大型的国防啊啊 呃交叉 管不上了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机构里面 本身有一股维持秩序的一个制衡的力量 这个就是他成立人武部的用心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把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人武部 这件事情看成是他的内心的恐惧了 就是说他担心这会全面的失控 而这个失控的程度 甚至于是到公安武警都没有办法全面控制的地步 那么而且此起彼落 那么所以他需要用人武部这个机构预防状况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大的警运 对于中国内部政治的观察 是那我想请教 所谓的人武部 类似民兵这样的组织 人民武中部队 现在如果在上百家的国企进行组成的话 他的主要的分子 都是国企内部的员工的人员吗 还是说有外来的人力 共同成立一个人武部 那第二个问题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是维稳 包括了对内是真的要因应越来越多的一些成抗 维权运动 真的是对内还是可能因应对外的情势呢 这个部分老师可以说明吗 我觉得人武部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口袋概念 就是中国所谓的口袋概念 就是可松可紧可大可小 那么现在的主要的组成的人士 他是要求你各个单位里面 自己派一部分人出来成立 但是公安跟武警部门会派代表来监督 第一个在你的这个单位内部 比如你是一个大企业 我们就讲比如说红老台 富士康厂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或者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成都公司 这个当你这个企业内部 比如说当发不出工资来 你这个员工教师开始抗议的时候 你内部就有一股威慑性的力量 让你这个火烧不起来 有了火苗就把它就把它扑掉 那么我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好了 我们前一阵子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白纸革命 对不对 这个是起自清华大学 大家都源自那一位女生拿了一张白纸 因为不准写字 后来就越积越多 然后就慢慢的蔓延到全国 大家都效仿 那么我可以讲说 有了人武部之后 像白纸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 因为在发生的第一时间 就可以有另外 有他的同学或者他的老师 他就在这个人武部的这个组织里 他就政府已经给了他这个权利 他可以上去两个人 就把这个女白纸的女生就嫁走 已经赋予他这样的这个权利了 有一点像当年城市快速发展的时候 公安管理不过来的时候 中共就搞了一个叫什么 叫城管嘛对不对 然后最近两年农村闹市 所以中共又搞了一个什么 叫做农馆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把一些社会里的 有某些特质的人物 他就给你一个备章 到时候人武部的这个队员 很可能就是一个像 北京胡同门口坐的那个老太太 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都常常看到的 给你发一个红备章 这个老太太就有权利站起来说 你刚才丢了垃圾丢了垃圾 罚款20 不然的话就怎么样 那么他是这种非常中国传统性的 老百姓这种欲怕威权 那我不得不说 他将会是一个很有效的机制 那么小军林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里要扩大 要从这两年来不断流传的 就是说中共对台将来有可能 他第一波他是用民兵 对不对 所谓的滚装船 那这个民兵组织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民兵组织 跟我刚才讲的这个人武部 看成是同一种类型的东西 只是他的民兵组织 是军事训练多一点 武器可能发的这个广一点 爽快一点 那人武部是相对于民兵组织 比较柔性的一种组织 但是呢 他要变成民兵组织 他是随时可以转换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所以我说我们 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国际了 不能够太天真 其实文革离我们并不太 并没有那么远 大家可以想想看 文革在1966到68年间 仅仅仅两年的时间 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 他两年就可以把 全中国的人民群众 忘记了吃饭这回事 忘记了要过好日子这回事 全部开展互斗 父母家庭里面互斗 学校里面互斗 才不过两年的时间 当然后来他因为觉得控制不了了 所以他成立了这个人武部 企图来恢复秩序 那么今天这个习近平 可以说是把人武部这个机制呢 用我的话来讲 就是袜子倒过来穿了 就是说一双袜子嘛 你真的穿反的穿都是袜子 他把袜子倒过来穿 他借着这个人武部的这个机制呢 来这个预防社会即将到来的 各种层出不穷的大大小小的动乱 这个动乱可以是政治性的 也可以是经济性的金融性的 是这个就是范晓老师讲的 军事管理的战时的经济状况 从2020年一直有 但是到了2022年一直到现在 似乎这个全面军管的部分 成立这个人民武装部队 好像有扩大的态势 我们持续会再观察 而且在深圳的一头 另外如果我们有个楼殿以后 他们也建立出了有汉唐 七成五分 有些公司都没有私家 而且这个私家之外 好像还有台湾西科 因为在深圳的两期呢 就像上一阶子的民兵 总是全民众中部队是那么挺危险的 一方面的意思 你在上海时呢 就不想啊 这是我们的阴影 因为在编冻民众会决定抗议 还是为了军事官员做准备 就是这一方面 我们能帮助公司从新疆的二方面 我们能不能不要理解